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菲 没能去露营会不会说 当然不会了 露营就只是一种氛围 看什么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 是这个帐篷里有你 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足够幸福了 我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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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追了 别跑 十几年过去了 没想到我们还躲在这 你都不记得了吧 怎么不记得 小学的时候 你拉我讨课 就躲在这个出屋间 你那个时候 真是又胖又怂 那最后不是也没什么事吗 那是你没事 后来老师找到我 让我写保证书 保证不跟你一起瞎玩 不学好 你同意了吗 但是没着做 这还差不多 跟我分开这几天 过得开心吗 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 你认真地回答我 你对我一点喜欢的感觉 都没有了吗 小飞 我最近 总感觉自己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少了点什么 我总在想 如果是以前 你会怎么做 我又会怎么做 我 我不知道 我们可不可以不分手 万一你去宿卖没有找到小家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总得试试 那缺多久 还不知道 请遮嘱 那我该不该等你呢 你知道的 如果你说让我等你的话 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小飞 别等我了 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也就是说今天结束了 我们就彻底结束了 现在是下午时间六点 距离今天结束还有六个小时 你男朋友的身份 最后再陪我到今天结束吧 出马iniz 做法 也会有情绪 无论 我经常爱你 你都是什么 我又不想告 배 有什么地方 我感觉不吝啥 我感觉不吝啥 干 干 行 这是我爸妈结婚的 这是我姐小时候 可爱 这是我小时候 你怎么这么胖啊 小的时候胖胖的 后来长大了 长高了就瘦下来了 这是二三年一月 纯洁吧 你看你笑的 我的天啊 我看这些照片 突然发现一件事 发生什么了 我发现我爱上你都是有原因的 我这个人是个悲观的人 跟你不一样 你温暖 善良 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能够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谢谢你小巴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